中国器官移植网上线了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培训网站上线了 这里有一位朋友他有些个疑问 他的疑问主要就是说感觉这些核酸做封控的 怎么是一伙人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感觉对不对 这位朋友叫做莲友律师 莲友律师说你们衔接的挺好 去年12月刚全面放开准备回归乙类仪馆 寄人们不再需要被封控做核酸 这边12月9日器官移植发展网立马上网 是不是大数据已经采集完了 接下来就是安排有手有得放急了 另外怎么感觉做核酸的做封控的器官移植的 到他那样的是一伙人的 还有对器官移植发展是发展什么 是不是发展更多可移植的器官 在此特别声明 本人不同意生前或者死后捐献任何自身的引体器官 越是出现或者书写的或者录音的或者录像的 或者是证人证人等同意的证据军系伪造特赐声明 本博文以截评相同内容并保存在三个地方 哎呀真是鬼怪 连战啊不是叫连战律师 我刚才叫什么律师这位大哥 连战律师 OK 谢谢连战律师啊 写的帖子真的精彩 深受感动 我爱你连战律师 谢谢连战律师 谢谢连战変静